估计现在看的这个场景 大家都知道 今儿肯定又是出门 对吧 为什么出门呢 看我今儿这个邋遢的形象 我这胡子 我这头发 都是因为一个人 因为他说 让我留着 因为他要给大家展示他的技能 这个中国第一个做barbershop的哥们 他现在居然生活在日本 所以我们去过去看看 到底什么情况 我这头发跟胡子 到时候能给我弄成什么样到底 一会儿先分享 长途跋涉 我已经好久没坐电车坐这么长时间了 来到了这个我这个哥们在日本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地方 这个区域属于他 我们把主人公请出来了 没有 阿里 阿里的抓住 这个Oli 然后 其实我这儿穿好长时间 但我们中间相隔了得有十年没见 等一下两个 很多事可以做 没想到在日本相见了 前面我也说了 看我这个邋遢的德行 我们待会儿先看 Oli弄完了什么样 后面咱们再去体聊 先看 Oli给大家展示他的技能 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 嘿嘿 看见了吧 大便样了吧 跟我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杰作的作者是谁呢 Oli 这个前面我也说了 中国最早做barbell的人 我没有想到 我们能在日本又相识 因为我们好多年前 第一次见 应该是在朋友的一个饭局上 0910年 09年 OK 09年差不多 Oli过了以后 所以过去了也是十年了 没有想到 非常奇幻的这种重逢 好 让我们Oli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哈喽大家好 这是Ali Ali的grabber 你的川崎兄弟 现在在日本川崎 然后我在上海有三个homegrabbershop 然后在我的城市泉州有一个店 然后我出来来日本 就是为了学习更多的 不管是服务相关的 还是说细节上的东西 我希望不停的去提高所有的barbell服务 所以这可能是我来到日本的原因 然后之前的六年 我走访了十二还是十三个国家 去学习不同的barbell相关的文化与技术服务流程 所以这也可能也是因为特别的热情 在这件事情上 这就是我这六年的经历 对 OK 那个十年前我知道Ali的时候 他是在跟另外一个朋友 他们在弄服装方面的事 所以那时候我的印象里 他是开服装店的 那个 那怎么从服装店变成了一个barbell godfather godfather没有没有 理发师 OK 为人民服务 就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说 你为什么会去做理发 因为有理发这件事情 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很low的一个工作 特别是在中国 有很多人觉得理发不是一个很酷的一件事 我觉得我会去参与到理发 可能是因为跟我以前开滑板店有关系 我已经开了八年的滑板店 然后之后也有做自己的衣服啊什么 但我觉得我做过很多的事 因为我原英语老师 魔术师 魔术师 那你待会儿要表演一个魔术 让我看 非常多 魔术 这已经叫人魔术了 但是我到最后我选择做barbell这件事情 我发现做barbell之后 让我觉得这有意义 每天过得很充实 也有可观的收入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原因 然后为什么会做barbell 我觉得跟美感会有关系 我的所有的文化的状态 我会喜欢的是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出那10年的一个 美国hiphop的氛围 然后最早开始往滑板 那可能你就会接触到什么 滑板接触到滑板的品牌 滑板的音乐 滑板人的一些风格 比如说你滑板你有朋克风格的 你有hiphop风格的 像nike还有什么当年那个bongs 骨头的那个牌子 他就会比较偏摇滚 就是这样子就 你就会去peak到你喜欢的东西 然后之后再往后一点 就是到NBA 我就觉得我靠 为什么这些球员每个都这么漂亮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去迪拜店 就是说我要剪这样 但他们不会怎样 他们说会 然后剪出来不是那样的 所以特别是像有些像刚刚有人回复你对不对 就是这个太简单了 简单其实是不简单的 越简单的东西是越复杂 一方面是一个流程上的服务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对这个客户定位准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你如果没有很多的文化讯息 很多知识在你的头脑里面 你可能不会去给对方定义那么准确 所以我听的每一首歌 看的每一个品牌去的每一个店 都跟我的理发会有关系 你觉得我这样说对吧 就是如果你没有那样的美感 那你怎么样给客户定位一个服务人 所以其实Barber的这种美感并不一定是这个技术上的区别 因为我不懂啊 还是说Barber跟普通传统意义上的理发还是有很大区别 我觉得是一种状态吧 因为可能是14年的时候我开始做这件事 我把它定义成为美式理发 Barber Shop等于美式理发 就是这种审美的系统跟这种审美的这种感觉是 是美国人定义 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氛围 就是你在店铺去感受到的 因为每个人这样在屏幕之前呢 你每个人你在Barber Shop的体验 不是Barber Shop 就我们说以前说沙龙店或者综合店 那种体验感 它会让你要求你去烫发懒发 或者办卡之类的这种体验 就会觉得我只是为了来剪个头发 你别跟我比比那么多 但是Barber Shop就是真正的还原这种社区的感觉 让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会怀念这个地方 你会怀念你的理发师给你的东西 然后过一周之后 你头发去长长 你还愿意来到这个地方 在美国说Barber是Man's Cave 就是男士的城堡 男士的一个地堡 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之前 你都从Barber开始 你有一个好的形象 干净爽朗 然后你去参与到 比如说你今天要去相亲去面试 或者说你要去跟朋友见面 那一个好的形象 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运气 那如果你完成了一些目标之后 这些Barber 事实上 它就是你运气上的一个助力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为了中国男性 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Man's Community 我觉得这已经脱离了Hip-Hip-Hip-Hip 或者说什么朋克 任何这些文化形态 谁不需要去剪头发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 我们所聊这些东西 还有更大一点 OK 所以谁不需要去剪头发呢 当然也像你前面说的 我觉得大多数的人 聊到剪头发这事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什么 就是有点像坑蒙拐骗的方式 什么让你办卡 什么这些什么那种 所谓Tony老师 说实话 在我来日本 正儿八经 有这种Barber Shop 这种剪发经历之前 我已经基本上差不多10年 都是我自己用推子 5毫米去剪头发 真的吗 真的 因为我特别讨厌 Tony老师那一套东西 我对那些东西斥之以疑 所以我太希望国内 有像你说的这样的Barber Shop 像你说的这种 你就说我吧 像你说这种 我懂你吧 男人的一个据点这种感觉的 简直太美好了 我太希望这些事在中国遍地开花了 真的 现在已经算是有点遍地开花了 这四年的时间我做了七次的培训 然后每次都是二十三十个学生 完了之后还有一些私教零零散散 现在大概有两百三十个学生嘛 但是它不是来源一个城市 它是全国各地不同的城市 都来找我学的 所以当他们走了以后 这就像你说的遍地开花 就像雨后春水一样 到处都有Barber Shop 但我不一定是说这是好或者这是不好 他们能把当地的他们的community 他们的那些男士们服务好 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所以你现在知道的这些学员 他们开的店铺已经分布到多少个城市了 已经满了基本上 就全国省份肯定是满的 然后完了之后 就是一二线城市肯定是满的 有的肯定有的 其实如果按照什么省什么省基本上是满的 那如果准确到市的话 可能还有一些会比较空 但是也无所谓 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他不在这个城市 他在这个省份 他会愿意去可能开车两小时去到那个店铺 去让他去剪一个头发 就好像你今天从那么远地方 过来找我剪个头发一个 是我这个中圈套了 我感觉以后再剪头发得 得坐半个小时车来找他剪了 然后他说他在日本也都待一年的走了 唉 我也不知道后面很大 前面奥里跟我说四年的时间 仅仅四年的时间 能变成一个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你一开始做这件事 你就预料到的吗 我当然没有预料到 这个事情要追溯到2015年 我和我老师见面 在洛杉矶的时候 那个地方叫Pasadena 叫很早的一些黑人电影 就在那个地方拍 还挺有名的 South Central 然后我老师他当年剪 Tupac Bifid 剪Heavy D 那些九十年代一水 天命真女 Beyonce他也有动过他的头发 然后完了之后 他跟我说了一件事 因为我是第一个 从中国走到美国去参加 他们的这些理发的社会 然后完了之后去认识到我的老师 然后那天晚上我和我老师 坐在Pasadena 他的办公室里面 他有三十几台复古车 就在那个地方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Oli你已经敲开了自由之门 就是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你回去可能不能剪非常多的头发 而且你需要把这些知识去分享给更多的人 然后他们得到更多的快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到一年底回国之后 我就开始做类似相关的这些培训 与其说培训我更喜欢说分享 因为我觉得我懂的东西也是刚开始而已 所以我觉得分享我所懂的东西给所有的人 所以他们也能收获一份快乐 他确实在这几年之内 整个Barbeachow的文化在国内 已经真的就是风生水起 就大家都会知道 我做什么事我都得去Barbeachow一下 那特别是又现在又这一两年 又有什么中国游戏 还有各种综艺节目 就可能又把这些东西 这些线条啊 渐变啊又抬到一个层次上去 年轻人都觉得说我剪头发 必须去Barbeachow这样的地方 但是对我来说 Hip-Hop的发型 它只是Barbeachow里面的一个风格而已 我们什么人来都得剪头发 刘德华来我得帮他剪了 政府官员来我得帮他剪了 律师来我得帮他剪了 你不是每个人都得 Yo what's up How you been 所以你不是每个客人来到店铺 你都要用一个很hip-hop的东西去迎接他 或者什么呀或者一些行为什么 有时候你该去听客人讲话的时候 你就shut the fuck up 你需要去讲故事给客人听的时候 你就得发自内心的把一些真实的 keep real的一些故事讲给他们听 这就是我们在理发店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叫conversation交流 我讲简单一点就是 如果说你今天找我剪 你觉得很满意 你是不是还得来一招我 你生孩子的你是不是也很相信我 你是不是还得来一招我 这孩子长大的他的孙子 他是不是还得来一招我 Barbeachow是一个lifetime job 一辈子可以 他可以帮你剪三代人的头发 那我们是不是一个 除了理发以外 可能就没有关系的一个关系呢 其实不是的 我们是变成是真的变成朋友 所以我觉得做Barber 如果你今天想要学的Barber 你想学的 你现在需要去做的 他不是剪头发 他是学做的 这是一种人性在里面 因为如果你不好 大家为什么会相信你 所以我觉得Be nice Do the right thing 就像Spikely的那个电影 你做对的事 然后你拿对的钱 就那么简单 No cheating No cheating 对就是这样 那你前面说到有像你说的这样 类似于律师什么政府官员的人 他们会来这种店剪头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 就是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到最后得来这个地方剪头 但是到现在目前为止 中国整体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可能跟我也有无关吧 因为我从小就是这种hip hop相关的一些东西 使得我看起来会比较street一点 比较hip hop 我的学生看到了我 他可能也会觉得说 哦原来Barber是要那么hip hop 或者说 但我觉得这样其实不好 你明白吗 就是如果你喜欢什么 你宁可把你的店铺开成那个样子 就好像我有橄榄球队员的学生 我就跟他说你开的就是把所有那些 你们的球队队服给他挂一排 然后有重要的比如说 超级网的这种橄榄球的比赛 然后他就聚到店铺去看 这是一个橄榄球主题的Barber Shop 如果你是一个以医疗卫生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店铺 那你就把里面弄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 这是什么液体这是怎么样 Barber其实前身是做医生的 你明白吗 他是在放血的 你知道那根红蓝白的柱子的意义 那个时候放血他得抓住一根柱子 然后去输血静脉动脉 红色指的是血液 蓝色指的是静脉 白色指的是那个绷带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的根源我们的前身 Barber是做医生的做外科医生的 对然后我们还是慢慢的去演变到现在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应该会比hiphop更大一点 我们是帮所有人服务 我们不是只帮饶舌歌手服务的 ok我也不是饶舌歌手服务的 对我们还得帮著名的up主服务 所以所以谁来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会有不好的地方 所以怎么就毅然决然的就要做这件事了 你刚才讲了这么多这个社区文化这种东西 Barber Shop应该跟这个自己的这个地域跟当地的人 构成一个非常良好的连接这种感觉 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看的电影 就只要Barber Shop Ice Cube的电影 Chill it all baby 所以跟这个电影当时会有启发到你 那必须的 那当然这也是里面的一个状态 反正我当时看Barber Shop第一集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哇操这地方太棒了 完了之后应该是我结婚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一个蜜月去了泰国 然后去了泰国 然后去了泰国我的朋友 他是摄影师他叫冯亮 他跟我说 大哥出来了 这也是国内有名的 导演 对 好多优秀的 hip hop安威的导演 对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然后完了之后就 他就跟我说 你知道泰国有一家很有名的理发店 叫Never Say Come 我说不知道 然后就看了一下 结果那家店铺呢 他就是把Barber Shop跟潮流品牌 两个店铺这样连在一起 完了之后他给我一个小图册 反正都是黑人的法术 但是他剪在亚洲人的头上 我一看 哇真的能剪成这样吗 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 真的咯 你看真的咯 真的咯 所以我那一次我记得是剪一个尖的一个并角 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想说 哎我操我真的得学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边也谢谢我的好兄弟冯亮 他就这样介绍了我这件事 让我就想参与进行东西 回国之后呢 我觉得应该最早应该是从YouTube开始吧 完了之后我就在YouTube找Barber Shop的东西 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是从影片开始 但我觉得我从影片里面学到的东西 可能跟很多人在走马观花的看影片不一样 我可能一个影片我可以看20遍30遍 我这个镜头我现在在看他怎么动 那下一次再重新看的时候 我可能看他桌子上放什么东西 然后再下一次我看他的环境是怎么去绷子的 所以你这样子去学很多的东西 我可能看了有上千个视频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我家里面 我妈妈的厂里面的一个空位 就开始发很多东西剪头发 因为我当时带了可能有200个王滑板的小孩 然后那个时候把店铺关掉 但我有很多朋友在我的城市 然后取之不尽用之不尽 我就每天就费费费费 减减减减减 然后就慢慢的就学会 也不能说学会 因为我觉得学习这种东西是有止境的 但是我起码每个人来都很满意 然后突然间那个时候我只是免费减罢 突然间有一次有一个人就给我50块钱的一个费用 所以当他付给我50块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然后就开始接受红包 然后可能有给50块 有给88块 有给200块 甚至有给350 500人 他就会觉得哇你这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操了 那你开个店吧 刚好那个时候我的朋友也在做一个空间 叫知识空间 他把很多的文化都放在里面 然后我的barbershop 第一家barbershop叫全明星理发店 All Star Barbershop 然后就开在那个空间里面 这就是我从零开始到开店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这是哪年 2014年 2014年 对 所以你前面说到你去了很多国家学习 15年以后 就是你开个店以后你决定要出去学习 对 所以先去到美国 第一次应该是泰国 然后到美国完了之后就其他地方 所以我们之前聊了一回 你跟我说你还在英国搭了很久 也没太久 也将近两个月吧 一个多月 然后为什么去英国呢 因为英国是那个沙轩的起源嘛 沙轩有很多的这种职发的这种技法 但是因为美式的 就像我今天帮你剪的这个 他只是需要用推子剪刀用一点点 但我不可能把每个人变成像你这样 我不是每个人都甜色的 我给到的服务是每个客人需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有一些比较正规在上班的 或者在单位的 那我只是给他剪一个适合他的那种感觉 那我得懂剪这种职发的东西 所以我那个时候全明星理发店 差不多七八个月的时候 我预约天天都是爆满 然后我觉得也很累 然后就想说 变化也不是非常大 因为一共就可能那三四个发生 发生的变来变去 我想说我来去学一学 所以是自己觉得要提高什么 你又没有满足力说我天天爆麻了 就OK了 就好像你喜欢品牌 你也不是单纯只喜欢一个品牌 可能Taha适合你的夹克 但是可能什么NPC 可能适合你穿的裤子 可能Nike又是你喜欢的鞋子 所以这你得学很多东西 美国人说from head to toe 你今天把鞋擦得干干净净 你是不是头也得干干净净呢 这样看起来才像一套 如果你今天剪的头发干干净净 你鞋脏得跟什么一样 那就不好了 你从小听那些歌突来干嘛 你就是要keep fresh yeah so keep fresh 所以你需要懂不同的东西 所以你觉得陆续的去了很多国家 包括你前面说到你那个老师 这些经历跟这个眼界的开阔跟见识 是不是起了一个飞跃的提升的感觉 对甚至在外面有很多人传说 我是在美国学的理发 或者说我是在什么东南亚学的理发 或者说什么英国 但是我觉得去到不同的国家 我学习的点是不一样的 我在伦敦确实是上过课 因为我得到的是伦敦政府颁发给我的理发大师的一个证书 但是我在很多其他的国家 事实上我的学习的方式就是去剪一个头发 感受一下 比如说他做的事情我也懂 但是我看他的这些detail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有什么会做的比我好 比如说我在日本 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第一次在日本的理发店剪头发 他把我的眼镜摘下来之后 他有一个很漂亮的case在桌子上 他就把它放下 不仅仅是西山 所有的店铺它可能是日本的一个传统 OK 所以这个步骤就让你首先 理发师与客人之间先建立了一层信任战 他尊重你的 对不对 他不是单纯来来 不不不不走了 拜拜 不是这种 他也没叫你充一万充五千的 对不对 他认真的把你做好今天 Fuck Tony老师 Peace Peace 其实他们也很辛苦 因为可能他们的运营模式不一样 我是一个很Peace的人 我觉得K-POP 我开玩笑 就是Peace 你知道吗 Hater有很多 有很多人不喜欢我 有很多人爱我 Hate it or love it 这就是你的生活 如果所有人都喜欢你 那你过得也很惨 明白吗 当然你不停地学 不停地知道你哪里欠缺 你去多长进一下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活的方法 我觉得一个对的 Barber可以告诉你的 可能不仅仅只是你适合什么发型 而是告诉你说通过这个发型 你可以穿着怎么样 或者说你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生活 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这个Oli在我们做节目之前 他来我家我们俩聊了一回天 我这个其实有很多疑问 我估计这个也是很多这个 今天看节目的人肯定也有这些疑问 我看就是Barber里面其实也有风格的区分 对不对 因为我看黑人或者说hiphop群体的 他们的那种发型 胡子的方式 跟很多那种输油头 比如说像日本这种类似于阿美卡基 这种 就是又是完全两个体系 对不对 就是大家是独自的审美 因为我甚至于看过那种 我也跟你讲了 就是看起来是抹哈 但是修得很整齐 然后那种配那种穿得很Rockbilly这种 所以我感觉这个里面好像也是有很多个不同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 其实因为我不停的在传导或者教育的东西 是我们需要帮所有人剪头发 而不是单纯你喜欢什么你只帮那帮人剪 但是事实上这种 像我在美国的时候 所有黑人都会跟我说一句话 我所有的这些白人黑人 所有的这种quality我都会剪 但是呢 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是黑人他只会去黑人的里发店剪 白人就会去白人里发店剪 所以这个可能不用讲黑发什么 但是或者说摇滚什么 一样的道理 你穿了一个oversize Pro Car的一个纯T 或者3A的纯T 然后带了一个New Era 59 50 然后你去到一个全部都是流长头发 玩摇滚的一个店铺 你也会觉得有点格格 当然 对 阿美卡基也一样 阿美卡基你穿一个很休闲的阿里达斯套装 你跟他们在一起好像也不太对 所以我觉得是圈子 就是我是玩HIPHOP的 那可能很多HIPHOP都愿意来找我 那可能我的阿美卡基的客人就会相对少 但是你应该得会剪那样的头发 那至于说店铺的话 他可能是装修 如果里面摆一个乔丹 跟你面摆一个 Jemi Hendricks 这状态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弹吉他一个打篮球的 那可能打篮球都会去打篮球那边 对 这就是一种状态吧 那包括日本也好 像现在的中国的Bubble Shop状态 其实也一样 就是可能HIPHOP的风格 就会有很多年轻HIPHOP的状态喜欢去 那像有一些他开得很干干净净 正正规规的 那就是所有上班族他会去的地方 或者说你的Shop 开在一个商业区 是一个office的地方 那你肯定要很高级 你的服务上 你的状态上是一个很棒的一种 所以我觉得跟开的位置有关系 跟开的人有关系 这就是风格的区别 所以你在日本来了多久 一年 你这一年走访了多少个Bubble Shop 日本国我看不到 不是就是走访Bubble Shop 我去了可能像传统理发店 去尝试服务可能有七八十岁 甚至九十岁的那些老理发师 我会让他们去试 修面 剪头发 他们没有什么渐变线条的概念 但是他们剪得很自然 很适合你在任何的地方 没有人会觉得说你很突兀 或者怎么样 但很舒服整个流程上 有它的气味啊 用具啊 所有的细节都是我在学习的地方 那如果比较hiphop一点的 像在横滨有一家店 叫做 Hubba's Barbershop 那个老板叫 Biggie 我们1617年的时候第一次见面 真敢叫 玩的时候 你不是去采访Duck嘛 Duck事实上就是带Biggie出来的 然后Biggie后面自己去开了店 然后那个时候呢 Biggie在Duck的旗下 在学习的时候他说我叫 Biggie Duck就说 What? 你凭什么叫自己是Biggie 因为Biggie这个词是很大的 Biggie Small 有人可以叫自己是Biggie Small 所以他就说觉得这样不太好 他就给他取名叫 Shang Shang Kingston OK 他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level 他不应该是一个Biggie的那个 所以我觉得就很酷 我觉得理发店里面是一种尊重 是一种体验 所以其实你来这边 你说的学习其实就是来感受啊 我一直以为你说的学习是你来这边 有老师告诉你怎么剪同胞 或者什么的 今天在Community 那个Naga-san事实上他也算是我老师 因为他懂的东西我不懂 但是我懂的东西他不懂 所以我们两个碰一下 每天经常见面 我就看着他 然后他 对 他有时候会看到我在看他 你过来这边应该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现在不是平剪下去 你现在蹦蹦蹦 你现在是剪了一些曲折的东西 让他有一些纹理感 那我就觉得这样我就能学到 然后他帮我剪个剪辫 哇 已经剪了十几次了 还是剪的不太行 但我剪辫就会 你明白吗 就是 up and down 我可能会剪上面 能剪色面跟下面 他能剪上面 所以我们两个交换一下 除了理发店以外 Double餐厅 刘大哥的那个餐厅 我就觉得 所有的东西我都在学习 你怎么样拿东西给到别人 你怎么样 请他到某个地方去 这些行为上 我觉得是 中国最缺乏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因为 中国不缺技术的 他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一种素养 或者说是那种 也不能说素养 中国人其实有很多人也很好的 但是可能他们没看到这些东西 他们没概念 对 我也有感触 就是我接触过一些做衣服的人 就是说他不会跟你去聊这些设计 不会去跟你聊这些文化 对他跟你聊的就是你感觉你跟一企业家聊天 对对对对 就是我感觉不到他们是做品牌的 我只能感觉到他们是做生意的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 就像你前面说的那种 对就是生意而并不是barbershop barbershop是一门生意 但它大于生意 对我觉得服装品牌这些东西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是也是在做生意 但是品牌这个事是要大于生意的 所以就是你说的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这个是国内各行各业都很需要的东西 都很匮乏的一个东西 所以除了理发店 我在任何的地方我能学到一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日本在我走完全世界那么多地方之后 我觉得日本是一个我最后要学的一些东西的地方 那他们肯定也有很多不好的 对 我告诉你我去了那么多地方之后 我发现一件事中国真的很好 但是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服务港啊 他们的素养啊等等这些东西真的是 可能不仅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很多人都得学的一些 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 哇操你做的那么好 对 你就是发自内心会尊重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这个做视频以后也好 然后各方面也好 就是会有的一种回馈跟感触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国内啊 我们不能承认别人好 这是一个让我特别接受不了的事 它会影响到生意那种感觉 也不是就是你不能说 比如说哎我觉得日本这块好 嗯 他们就会觉得你不爱国 对对对 我觉得人家好就是好 我们学习好 把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比你一味的否定外界是好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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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有发现像日本 它嗯 不管是有了美式的这种文化 嗯 英国的这种潮流文化 时尚文化 或者说是中国 常代的一些行为 一些礼仪上的东西 它不仅仅学了 它升级了 没错没错 这就是我们在日本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没错 如果单纯只是到技术上 我觉得中国有所有的技术 全世界最牛逼的技术都在中国 但是呢缺乏的是想象力 缺乏的是creative open mind 你的头脑是张开能去创意出 能去创新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我觉得接下去我们 或者说下一代的年轻人 应该要为中国 为祖国去做的一些东西吧 我觉得 嗯 尽管你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从Bubber这一块来说 其实你做了很多事 我做了非常多事情了 在对整个中国这件事的发展 然后我也是看到了这个Oli给我看的 他每一次请他那个美国的老师 来办这个分享会这个视频 我其实看的很感动 我觉得一个人能这么用心的去热爱这个东西 并且把这份爱分享给大家 这么大的一个文化状态去传播出去 我觉得 对 这个对Oli是大大的respect 满满的respect 对 我觉得一期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所有事聊了 实在不行到我们回头找Oli再聊一次 但是我觉得今儿咱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其实我们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聊 对 对 行 我觉得今儿就这样 好吗 谢谢我们Oli 谢谢Ozi 谢谢这个像样的造型 Yep Yep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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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